在6月4日,滿地可西南部CSNB管轄的一家高中,有教師公然在課堂上播放油包殘滋案的肢解過程給學生看。 這名教師即日就被學校停身留職。 據這名老師說,當時班上的30名學生對於是否要看這段片段進行投票,大部分學生都選擇觀看片段。 該班及一名16歲的學生事後接受訪問時說,片段並沒有對他的心理造成影響。 播放片段的教師已經去信學校管理層,對自己的行為比事後悔。 當地教育局說,還會對該名老師進行審查,並會視乎審查結果進行相認處罰。 另外,針對允許上載影片的一家總部設於愛媛頓的網站。 警方說,該網站可能面臨山坡暴力代用的指控。